曾有一位学者说道,人缘是人性选择和外在行为的结合体现物,你的人缘怎样,反映了你的外在行为怎样。 我们一生都活在圈子中,我们有更换不同圈子生活的权利,但是永远不可能有摆脱圈子的可能。 要想让自己在圈子里生活的舒服,那就要让自己在圈子中有一个好的人员,在人际交往中一定要避开这几个雷区,否则人员越来越差,读国学文化,品人生百态,欢迎订阅国学心旅。 棱角分明,太刚一蛇,读书的时候。 做人棱角分明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学生不需要跟太多的人打交道,那保持自我的原则和主见就好,读完书,到了社会打拼,如果还保持棱角分明的姿态,不仅容易得罪人,还会被人打压,因为枪打出头鸟是人情社会的潜规则,在一轮又一轮的打压当中,再怎么棱角分明的人,最后都会变得圆滑起来。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领导都不喜欢有主见的人,只喜欢听话的人,别人不管你是真听话,还是假听话,反正表面的棱角不能太分明,正如古人所言,太刚一蛇,过分刚硬的人与物都会被折断,别人看到你不懂做人,就会刻意针对你,那你不就惹祸了吗? 为人处事,哪怕棱角分明,也要装成棱角光滑的模样,这并非虚伪,而是一种保身之道,为人老实,太柔一废,有人会说,既然棱角分明,当刺头不好,那我性格软弱一点,当个老实人,不就可以了吗? 很遗憾地说,当老实人,也是没有好结果的,太刚,固然会一蛇,可太柔,终究会一废,过分柔弱,别人就会把你当成软柿子拿捏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这是亘古不变的人间真相,可以善良,但不能过分善良,因为过分善良象征了懦弱,同事将不属于你的责任,推给你 如果你老是芭蕉承担,同事觉得尝到了甜头,后边就会更加得寸进尺,把你当成了软绵羊 反之,面对同事的推卸责任,你适当反击,硬气起来,同事觉得你不好欺负,就会选择尊重你,给你面子 你的强大,是获得别人尊重的前提,上文谈道,不能棱角分明,这里却谈不能老实,这不就矛盾了吗?并非矛盾,棱角不再分明 指的是处事方式,为人不再老实,指的是待人方式,我们要灵活变通,说话太多,仇敌无数,所谓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乱吃东西,就会生病,乱说话,就容易得罪人,有人疑惑,多点说话,不才能跟别人联络感情,搞好关系吗? 为什么说话太多,却容易得罪人呢?三点原因,首先,说话太多,容易触及别人 敏感,厌恶的话题,其次,说话太多,容易暴露自身的底细,被人看透,拿捏,说话太多,容易抢人风头,不给别人面子,领导找你聊天,你总是侃侃而谈 不给领导说话的机会,那领导就会认为,身为下属的你,不会做人,有点抢风头,同事找你聊天,你总是侃侃而谈,品头论足,说了别人不爱听的话,别人认为你话中有话,事后就会针对你,跟你成为了仇人 简简单单一句话,或者一番话,就能让毫无矛盾的双方成为敌人 可见,说多错多是为人处事的大忌,与其说话太多,不如保持沉默,为人狂妄,四处树敌 人,一旦有点钱,或者小有成就,就会变得狂妄,到处得罪人,四处树敌 结果,就失到折寡住了 正如《三国演义》所言,自古骄兵多质败,从来轻敌少成功 太过于骄傲,只会让自己失去理智,一步错,步步错,导致满盘皆出 楚汉时期的项羽,永远都一副我天下无敌的样子,不仅弃走了谋士范增 也跟手下离心离德,只能落得孤家寡人,无将自稳的结局 天要让人灭亡,必先让人疯狂,唯有保持谦卑的姿态,不出头,不争先,给别人面子和台阶 才能让敌人少少的,让朋友多多的,得道者多助,过分较真,招惹是非,周游列国的时候 子鹿跟别人为了一个真字,而发生了争执 子鹿认为,这是真字,而别人认为,这是直八 孔子发现事情不对劲,就走到那人身边,跟他说 子鹿学义未经,这不是真字,而是直八 子鹿错了,那人听到孔子的话,很高兴 就请孔子师徒吃了一顿饭 事后,孔子跟子鹿说,凡事不能太认真 别人认为什么,那是别人的看法 随他们就好,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为人太认真,遇事太较真 免不得会跟别人闹矛盾 人从家中做,锅从天上来,如此,差不多就行了 有工不分,必惹大祸,在某个镇上,你开了一家工厂 赚了不少钱,事后,你该感谢谁 聪明人,第一时间会感激领导 贵人,第二时间会感激员工 最后才感激自己,举个例子,你有十个苹果 就要给农场主六个苹果,自己留下四个苹果 如此,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 有功劳,有利益,不能独吞 是否就会独食难肥,迟早有一天 别人会让你把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吐出来 别人对你的态度取决于利益 你给他利益,那他就会对你态度好 你不给他利益,那他就会对你态度不好 人性,始终是唯利是图的 多管闲事,处境不安 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说话太多,就会招惹来是非 总喜欢强出头,就容易烦恼缠身 何谓强出头,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多管闲事,跟你无关的闲事 你多看了一眼,多说了一句话,还管了起来 麻烦就会找上门 特别是在这个年头,多管闲事的老实人 基本都是名利厂的替死鬼,他们很天真 注定他们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出门在外,遇到任何事 只要跟自己毫无关联 那就尽量躲开 否则,城门失火 就会殃及吃鱼 轻则损失钱财 重则人财两空 都没有好结果 脸皮太薄 企业家哈奈尔在书中写过他的一位女助理索菲亚 她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能力出众,受到哈奈尔的器重 在一次重要活动中,索菲亚曾紧急起草过一份演讲稿 令她惊讶的是,哈奈尔随后的演讲,与她写的稿件内容迥异 正当她为此感到疑惑时 结束演讲的哈奈尔 把稿子甩在她面前 一脸严肃地说道 请你下次把字写得干净些 索菲亚煞时面红耳赤 觉得脸上挂不住 就生死力竭地吼道 我写字就是这样 认不清是你的问题 然后她怒冲冲地转身就走开了 第二天一早 她就收到公司通知 你被辞退了 马卫都说过一句话 人一定要把自个脸皮变得厚一点 生活中脸皮子太薄的人 一受到别人的批评 就恼羞成怒 最后不分场合拍桌子叫板 当面撕破脸皮 导致双方不欢而散 但真正高情商的人 却能够微笑地接受他人的批评与质疑 因为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犯错出问题都是家常便饭 如果你一直认为面子大于天 受不住指责 就只能一直活在院队中 把心称大一点 脸皮子练厚一点 才能轻松应对嘈杂的世界 心眼太小 中医教授谭爱华说过一种极度性人格 这种人格 心眼小 极度心里强 内心常常对他人愤愤不平 他们一听说 有人比自己过得好 不仅不会给予祝福 还会阴阳怪气地嘲讽 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写过他的表弟宁赛业 一直以来 莫言都对表弟颇为照顾 还给他介绍过好几份工作 没想到 在莫言得奖走红后 醉熏熏的表弟却找到莫言 开口就对他一阵冷嘲热讽 他先是否定了莫言的才华 认为莫言只是逢上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 这才有机会出名成家 接着他又指责莫言目中无人 看不起莫言写的小说《黑白驴》 随后他甚至污蔑莫言 与人同流合污 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面对无端辱骂 莫言一开始还耐心解释 但随着表弟的变本加厉 莫言索性不再理睬 事情过后 莫言迅速远离了此人 从此不再来往 现实中像莫言表弟一样小心眼的人 比比皆是 越是亲近的人飞黄腾达 越会使他们心生嫉妒 抱有恶意 心理学家曾祁锋说 见不得别人好 是一种病 更是一种坏 怀有这种心理 到最后只会把身边的人越推越远 所以与人交往时 要学会开阔自己的心胸 放大自己的格局 当你真诚地去欣赏和祝福他人 反倒会被更多的人喜欢和接纳 只有这样 一个人才能换来好人员 赢得长久的利益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持续关注 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